一、二、三 上百顆雞蛋同時飛出 砸向華航招牌 10月14號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與500名空服員抗議承諾跳票 華航公司決定向工會提告 華航發布聲明稿說明 不能因為少數有心人士的 私心挑撥 影響全體員工的權益 針對10月14號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投資上百顆雞蛋知識店 表示強烈譴責 對造成生育及財產的損失 華航將提起民事與刑事告訴 今天講的違約 事實上我們是覺得 跟事實不符的 當初的會談當中 可能他們的認知有點偏差 面對華航硬起來提告 工會隨即提出4點回應表示 華航違反誠信在先 非理性破壞關係導致爭議不斷 當初抗議行動是由工會開會決議 也向台北市申請核准 一切正當合法 指責華航違約至今 不思考如何改善 只想著用法律兌付工會 並引用行政院長林全德華 希望交通部與行政院 盡快提出改革方案 勞工肚炸雞蛋 勞工肚炸雞蛋 空服員但喜公司門面 強力爭取自己權益 華航態度越來越強硬 雙方關係似乎陷入僵局 接著台北縱樓報導 台北縱樓報導 工肚炸雞蛋 上高的休息